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VUE3的课程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同时邀请您加入小马的Discord社区 咱们一起讨论技术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条件渲染 什么叫条件渲染 就是根据咱们一些个条件的值 看满足不满足一些个条件 来是否渲染页面上的一些个内容 这就叫条件渲染 说起来有点糊涂 没关系 咱们先看 首先看一下其他知识点 根据条件渲染页面内容 其实就是调用这几个 VIF IOSIF 包括IOS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使用方法 该怎么使用 马上看代码 咱们先看数据的部分 这个数据部分 我给您提供了两个值 第一 布尔值 您是否喜爱玩游戏 第二 您玩游戏的年限有多长 像我这写了个十年 对吧 一会儿咱们看 如何根据它来 条件渲染 咱们的页面 首先咱们先看 第一行 我这定个DV 然后说 如果您要是 爱这个游戏的话 对吧 VIF等于 如果这个 Ease Love Game 是True的话 会激活这个DIV 会页面上的会显示 那么您如果爱游戏 就一定要买PS5 对吧 这是2020年底 发卖 大概是 六千 六百美金 是六千太贵了 好 如果说您不爱 那也就说 这个Ease Love Game 这个变量等于False 那么怎么办 大家请看 会走这个 Way Else 那么会显示是什么 大家请看 那就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对吧 下面的代码 我是这样 咱们一点点运行 一点点讲解 好不好 我先给您建文件 咱们就先运行 买PS5 你先买PS5 试试 index.html 然后拷贝过来代码 这是我的模板基础代码 然后再拷贝上 我的客件的代码 body里面的所有内容 都拷贝过来 同时删掉一下 我先不讲的 咱们一会儿再讲的 好不好 好 咱们就看现在的代码 如果这个Ease Love等于True 它现在就是True 就会显示 一定要买PS5 否则的话 就显示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试试 马上运行 今天的第四 第十八课 我这本地开了一个http server f5刷新 找到18 点开 这个是我刚刚建的文件 点开看一下 大家请看 一定要买PS5 说您的 对吗 准备好钱啊 今年年底就要买 OK 如果咱们把它变成False的话 有人说 我就要考试 我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那么把这个事成False 我不爱游戏 会怎样 F5刷新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同时还应用了 Bs5的样式单 对吧 不是PS5 是BS5 Budelstrap5 听成PS5 这就不像话了 好 咱们再往下走 接下来 接下来是这样 这个地方是这样 我在上面 仅仅是对一个DIV 进行一些个条件判断 然后显示 对吧 其实大家注意看 还有一个template 这个tag 这个是HTML5中 提供的嘛 对吧 咱们也可以绑定它 里面咱们可以写上 咱们自己模板中 各种各样的内容 咱们可以在里面 做更复杂的 页面内容的定制 对吧 如果说 这个地方等于tru的话 这个tru其实不像话 咱直接把它 一字拉五 拷贝过来 对吧 如果也是 根据您喜不选游戏 来盘调它 是不是显示 里面是一段脚本内容 HTML的脚本内容 好不好 咱们试试 我把它拷贝过来 拷贝过来之后 能不能运行 有朋友们能不能告诉我 对 不能运行 为什么不能运行 因为 依兹拉五 目前还等于foss 对吧 咱们试试 F5刷新 你看 你就好好学习一下 对吧 什么都没有 对吧 那么如果 把这个依兹拉五 game改成true的话 注意看 F5刷新 出来吧 必买游戏 赛博朋克 2077 文明7 这都还没出 街头霸王6 这也都还没出 如果出 您就要买 而且这三款游戏 我认为今后 一定会在PS5上发卖 我下个断言 一定会发卖 百分之百 好 这个模板渲染 根据条件渲染 已经给你讲明白了 接下来 咱们再看最后一个 就说 我根据您 这个玩家的年限 给您一个名称 比如说 如果您玩游戏的时间 大于等于十年 我认为您是资深玩家 对吧 如果大于等于 否则 如果大于等于五年 小于十年 对吧 大于等于五年 我认为您是老玩家 对吧 如果您只玩了两年以上 所有的游戏 我认为您是入门级 有好多东西 您还不懂呢 对吧 如果您玩游戏之间 还没到两年 走是最后的EOS 对吧 那么我认为您是菜鸟一枚 对吧 咱们就运行这个逻辑 说有点失礼 有的时候 有朋友可能玩一年 就已经是高手了 对不对 试试 拷贝过来 好 大家注意看 我一开始给的值是 十年 对吧 那应该是走最上面的逻辑 大于等于十年 对吧 好 试试 F5 大家请看 资深玩家 没有任何问题 对不对 OK 接下来 我把这个改一下 咱们玩游戏 比如说不是十年 是八年 行不行 大于五 但小于十 对吧 所以说F5 老玩家 可以吧 可以 玩的时间也不短了 如果说咱们是玩了三年 对吧 小于五年 但是大于两年 会怎么样 入门级 对吧 如果我只玩了一年 甚至还不到一年 那您就是菜鸟一枚 对吧 OK 根据咱们这个值 进行页面的渲染 您的条件不同 渲染出来页面的结果呢 就不一样 这个在咱们VUE变成中 非常的常用 今天呢 介绍给您 希望您呢 能够掌握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条件渲染的内容了 不是很难 但是呢 却很常用 希望您呢 能够理解且掌握 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呢 下载本地运行一下吧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希望您能够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并且呢 点赞转发给您的朋友 拜托大家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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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